今天说一个发生在剧组里的事来自网友影子传说 这个哥们姓陈 这个事发生在15年10月份 这个小陈学表演的 还没毕业的时候跟着这个学长在某剧组的导演组学习 当时他们拍的是一部谍战片 有一些跟鬼子干这样的大场面 像他们这种刚进剧组的就得什么都干 那一回是在浙江泰州的神仙居 就那种野山腕里拍一场戏 有些爆炸镜头拍完之后 满地的垃圾和道具的碎渣 这个导演就安排小陈他们跟着厂物一起收拾 由于太累了 这个小陈跟另外两个跑龙套的就寻思偷懒 跟这个执行导演就谎称上厕所 那会儿差不多是下午5点左右 三个人就趁着其他人不注意 悄悄躲到片场旁边 一个小土丘后面就躲着抽烟 就想说等会儿他们收拾的差不多了再过去 三个人也就一人抽了两根 感觉差不多了就回片场吧 怪兽来了 要说清楚一点 这个小陈当时他怕跑得太远不安全 所以他偷懒躲到那个小土丘 离片场就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 很近 但是等他们三个人回到现场 一个人也没了 地上也贼干净 就连刚刚爆炸留下的炸点 土坑都没有了 三个人就以为走错地方了 但一想也不可能 虽然说在山里边 但你说三个大人 你再怎么酣批 也不至于说两三分钟的距离能迷路吧 而且那会儿还是白天 但是没办法 当时他们仨就只能在附近找了 万一这个剧组如果回宾馆了 他们就完蛋了 荒山野岭的也没吃饭 这个手机的垫也快用完了 而且十月份的山里就很冷 天也快要黑了 那神仙区这个地方呆过的人应该知道 就很潮湿 时不时的还会下一些小雨 反正是又冷又饿 但是这三个人找了有半个小时 你别说剧组了 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关键是呢 这个山里边手机当时就没信号了 他平时都有 但是那会儿他就是没信号了 好那没办法 就想着说先从山里走出去 那走到公路上再找车 很快天黑了 那三个人就在山里边转悠 饿的是前胸贴后背 这个手机呢也只敢轮着开手电筒 怕没电了 好走着走着 走进了一片树林 那会儿呢得有八点多了 但是还没有找到出去的路 又累又饿还很冷 烟呢也快抽完了 那正当三个人犯愁的时候 就其中有一个叫小王的湖南人 突然拍了拍小陈和另外一个叫阿乐的潮汕人 他们的肩膀 说兄弟你们看 那边有光 那小陈呢和阿乐就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过去 就看到啊 有一个推车子摆摊的 还在冒烟 当时这个小陈呢就高兴坏了 那就吃的就行嘛 真没多想 为什么呢 如果说在剧组呆过的人都知道 就野外是没有便利店的 但是当地的村民知道有剧组去拍戏 就会用那种大的电动三轮 拉一些零食啊饮品充电宝之类的 就跑到野外摆摊赚点钱 所以当时三个人看见了摆摊的人都没觉得说奇怪 还很庆幸啊 于是呢三个人就往那个方向走嘛 好 等走近了一些 那个潮汕的阿乐 就突然把小陈和小王给拉住了 不让他俩过去 那问他怎么了 这个阿乐呢也说不上来 反正呢就跟小陈他们俩这样啊 说他觉得不对劲 让他们不要过去 看一看什么情况再说 这个小陈当时呢就仔细的观察了一下 发现那个摆摊的人啊确实很奇怪 他用的不是电灯 是那种油灯 那种古代人才会用的一个碗啊 上面呢就亮着火 而且那个火光呢有些发紫 是那种黄中带紫 当时呢这个小陈他们距离那个摊位有十多米 也看不清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只能看到一身黑长头发 分不清是男是女啊 但是那种感觉就觉得 他不像现代人 那个摊位呢也跟过去的那种差不多啊 是那种木头做的小摊车 但是那个摊位又很长 跟普通的小轿车那么长啊 那个人就站在那个摊位的正中间 也不知道头低着在切什么东西 那小陈跟小王当时呢是实在太饿了啊 就想着说管不了那么多了 而且呢都是男人怕什么嘛 就寻思说过去买点吃的就走 但这个时候阿乐又说了啊 要去你俩去啊 我是不会过去的 你们俩好好想一想 那我们现在在哪 这个地方 荒山野岭的 都快晚上九点了 谁跑林子里摆摊 那就算是有人来摆摊 他一个人 怎么可能把这么长的一个摊位 给弄到树林来呢 而且这片树林在山上 咱这可不是平原啊 要去你们去啊 给我带点 反正呢 我不去 好 那这么一说 小陈和小王呢 觉得确实有道理啊 很难解释嘛 艰难的决定 好了不吃了 那等找到公路 咱回去叫个车啊 吃烧烤 那就在他们正准备转身的时候 高超来了 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那个摊位前 一下子多出来好多人 那个人呢 是怎么出来的呢 就跟咱们剪视频似的啊 有一个 见险 与此同时 又亮起了好多盏那种油灯 每个油灯都是一个摊位 然后那些突然出现的人 就在这个摊位前啊 转起来了 更感激似的 那各种各样的打扮 男女老少都有 有穿那种民国服装的 有穿古装的 但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看不清长相 衣服的颜色呢 也都很素 就没有那种大红大紫 那其中呢 有一个人的衣服 袖子很长 就长到离谱 跟着手臂垂下来之后啊 那个袖子 都到膝盖下面了 那最诡异的是什么呢 你看啊 好多人都在那 但是 没有一点声音 你只能听到野外的那种 虫鸣声 有句话怎么说呢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这个小王当时吓得 拉着个小陈 冲那群人就骂开了 疯狂的骂 还没等他骂完 那群正在逛摊位的人 突然 整齐划一的 停了下来 慢慢的 把头转了过去 哇 瞬间这个小陈就感觉 脑袋里啊 有雾似的就很木讷 凶也闷 就喘不上气了 但还是大喊了一声 跑 好家伙 三个人就开始狂奔了 也不管说饿不饿了 也不怕被什么石头 木桩给绊倒了 就拼命的跑 那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因为全程呢 都没有看手机 也没有问时间 反正就是跑到一个 人工开刀的那种山路那 彻底跑不动了 停了下来 小王呢 当时看来一眼时间 快11点了 那这一点呢 小陈也觉得很奇怪 他知道三个人虽然说跑了很久 但不至于说一口气 跑出一个多小时 也没那个耐力嘛 况且是在山里跑啊 兄弟吧 但手机是不会说谎的 时间就是10点50几分 快11点 接着呢 三个人就背靠背 在这个公路上坐下来了 做点闲聊 也不敢睡觉 也没人敢提刚才的事 不过呢 他们运气比较好 有一个大哥 其实那种农村的大摩托啊 从那条路经过 最后呢 是这个大哥带他们到公路上的 因为这个摩托做不了那么多人 所以大哥当时是推着摩托送他们的 这真的是遇到好人了 在这个路上 三个人呢 跟这个大哥就讲了刚才的遭遇 那大哥怎么说呢 在他们村子里 确实也听说过啊 又有人看见过那种东西 但他自己呢 是从来没有见过 当然呢 也安慰小神他们啊 可能是他们饿婚了 产生幻觉了 也让他们不要害怕 总之呢 最终他们是赶回了剧组 但奇怪的是 整个剧组里 居然没有人发现他们不在 当然呢 后面小春也安慰自己啊 就或许是哪个剧组在拍戏 但是他们没有声音 衣服的年代也都不一样 关键是更没有看见什么影视设备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解释啊 好了 我是老飘 下个故事见